我覺得我這一篇應該是黃標定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龐 各位聽過車服嗎 大部分人聽到這兩個字應該第一個聯想到的都是那種騎單車 公路車的時候穿的那種緊身衣吧 騎車的車服 不過在現在這個時空背景之下 如果你在網路上搜尋車服 可能會找到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喔 今天呢我們就要來開箱這個不一樣的車服 今天要開箱的這一家在淘寶上叫做歪萌社 那如果你已經知道車服什麼東西的話就不用講了 你們對這名字應該很熟悉了 那除了這一家之外其實在淘寶上還有其他 像是七二個三或者是忘了叫什麼名字 玻璃嗎還是什麼之類的 反正只有兩三家比較有名的 他們幾乎都是賣這一種比較軟公孔 軟L型的這一種衣服 當然日本是沒有什麼軟L這種講法啦 只是我要規避一些比較敏感的詞彙 那你要說他像那一種什麼什麼小撲賣那種 類似情緒內衣的衣服嗎 也不太算是 當然那個七二個三他幾乎就是那樣子的 不過歪萌社他比較沒有到那種程度 他有一點點性感 可是他又不是說就是讓你穿著拿來幹什麼用的 所以很多那一種 不管是Cost啊或者是一些比較喜歡拍那種個人風格照的 應該很常看到他們就買這家的衣服來拍照啦 那今天要開箱的有兩套 不過這兩套不是什麼新品 是蠻舊的東西的 那應該也很多人拍過啦 不過我想說就種這個感覺比較 就是大家比較常見的先開始來開箱 然後之後我們再來開幾個 後來應該說比較早買 但是他後來出的那幾款 一款是修女 修女型的那一種 L風格的衣服 那另外一個算是旗袍的 也是旗袍的L風格那種衣服 那這家他們有很多那一種跟繪師或者是某個 可能中國那邊的Cost或什麼 合作設計的一些款式 那個旗袍好像是跟誰 他有個名字 可是我沒看過 我看過的中國Cost沒有這個名字 所以我不確定他是在哪個領域發展的 我應該也是類似這樣子的設計款 我們先看修女的好了 感覺東西沒有很多 他這個應該是連身的一個類似 有點像窄巡的一個東西 我不知道這個在前面還是後面 應該是在前面 後面這裡還有一個放生 可以有一點點的 封份可以去調節你的 這應該是胸圍啦 應該啦我不知道 也可能是下胸圍 後面有一個這樣子的放生 全黑的可能看不是很清楚 然後穿起來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領子 好像翻了 這樣子 所以這是前面 所以是這樣子 前面看起來後面是這樣子 那種修女服 只有領子的部分 這一段應該就是被切掉了 然後下面這裡就是一個窄圈 短圈 他這個材質是那種PU皮吧 就是假皮合成皮 不過是有彈性的那一種 不過有彈性也是很容易就脫皮啊 就是上面這一層PU的部分啊 PU PVC啊 就是它是用貼的貼在下面這一層 這種萊卡彈性布上面 中間那個膠啊 只要 就是裂化啦 皮就會慢慢剝弱 有的可能因為比較潮濕 或者是你常常這樣拉扯啊 久了它就會掉了 所以應該也不是說可以穿很久的東西啊 應該還有一個配件 我剛剛以為它只有一包 不過應該這一包應該是它的配件 這個 是 手套 同樣材質的這種 假皮的手套 不過因為它這一種的夾皮啊 它是有光澤感的 所以如果 摸它 你直接看的話 會有點像那一種乳膠衣的樣子 而且是已經上過油那種乳膠衣 有些人會比較喜歡這樣子的風格啦 然後這一個算是袖套 就是 手套穿起來之後 然後這個套還是 套在就是 從手肘這邊靠下來扮 應該是這樣子吧 應該是 窄著在上面這個手肘這裡 然後這裡是寬的 不過它這個邊沒有去收 它就直接剪 嗯...有點小可惜 因為不是說好不好看的問題啊 如果你沒有去收它的話 第一它會捲 它會捲邊 這種彈性的布它一定有一個 捲的方向 所以 它就是會捲起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因為它沒有收邊的話 比較容易就是 後面的布的部分 會脫線啊 然後就比較容易就開始 往下面裂開 然後這一個 這是 哪個部分的啊 啊!這是那個 頭上的 頭上應該是 這樣 放在這裡的 然後 然後 這裡還有 它 它應該是 應該刀大腿襪啦 蠻長的這條 也是有一點點彈性 一點點而已 是很擔心能不能夠穿 然後它還有一條丁字褲 因為 嗯... 如果你是就是比較 可靠安全的環境想要拍照 然後又想要拍的比較 超級性感的那種感覺的話 可能 嗯...就還是會想要露出來一點 所以他們就用丁字褲來當它的內褲 全部就是這樣子 這一套全部就是這個樣子 來第二套 這一套是旗袍 它寫跟 一個叫做 冠兒授權原創設計 那這個冠兒是 繪師還是 COSER呢 這一款它有兩個顏色 黑色跟白色 那我買的是黑色的 你說它像旗袍 其實真的也已經不是旗袍了啦 它的胸口是 有這樣子的綁繩 馬甲綁繩 然後 背是幾乎完全漏背 它就只有這樣子一個繡龍 這也不算繡龍 它這個是小尖的 太多這種 非震盪的設計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介紹它了 然後下面是 它從 胸開始往下都是 那種 六角砂 然後 前後 各一片 這樣子 那一種 功夫裝的那種旗袍 前後 各一片那種設計 然後它一樣有一個 這樣子的釘織褲 不過它這個釘織褲 比較有設計感 它是用這種 前面用棒身的 另外這兩個 應該是 手套 吧 因為這裡有一個 套在中指的一個 洞 然後這樣子 套起來應該是 看起來會變這樣子 它除了這個 蕾式 另外 其他的部分 也都是跟 剛才那件一樣的 這一種 皮膚皮 皮膚或PVC 看一下它上面怎麼寫的 其實不管是皮膚或PVC 都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 塑膠的皮 皮的部分是塑膠的 不過因為下面這裡還是 質的 那種布 所以還是會有一點點 跟我們認為的塑膠不一樣 好啦 雖然很擔心今天影片 能不能夠 不會被黃標 不過我們還是 來試一下這兩套吧 好 這一件呢 我現在手等一直要抓著 因為原本這個 兩點的地方 應該要用雙面膠 或什麼東西 把它黏起來 可是我剛才找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還沒找到我的雙面膠 所以我只要這樣子抓著 雖然裡面有貼胸貼 所以如果你們看到 什麼顏色不一樣的東西呢 那是胸貼 不要想太多 反正 還是先抓著比較好 比較保險 然後頭上那一個 修女帽呢 因為我已經戴上手套了 然後這個手套 不太方便 所以就沒辦法戴了 然後全身大概就是 這個樣子 這個腰圍 這條線其實是 比高要還高 然後比下胸圍 在低一點的位置 然後一個這樣子 大腿 哇 一個寬口的這種袖套 跟手套 然後前面這兩片 其實它完全就是出在這邊 就是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安全措施 所以只要注意一點 然後它的特色其實就是在這地方 哇 下胸圍 南半球的這個 倒過來的海偶線 還有就是它這種 乳膠質感的這一種架皮 不過實際上它不是乳膠啦 它就是 這種PVP喔 PVP吧 我覺得我這一片應該是黃標定的 這一套旗袍呢 它的做工啊 跟整體的設計 就真的還是 比較像那一種 其去內衣的感覺啦 那這一件它的中間 雖然是這種 馬甲式的綁繩設計啊 不過它是 開在下面的 主要的還是要 顯露 就是南半球的這個地方 而不是說上面的這種 上胸圍的地方 然後這一件的叉是開到這邊 這已經幾乎是高腰的地方了 那它附的這一個大腿襪子 是那種 一般市面上賣的啊 所以沒什麼特別的 然後全部就幾乎都是蕾絲 主要只有這一塊 就是胸前這一塊 還有手套 算手套吧 手套這一塊是用這種 PVP 其他的 像這個也是蕾絲啊 然後這裡就是那種 薩王家蕾絲 大概就這樣子 主要其實就是 繡長腿啊 然後還有 這個地方 好的 那今天的開箱影片就到這邊啦 最後開得非常的混亂 因為我雖然知道這兩套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也有一點心理準備說 我應該要怎麼樣去 面對 處理一些比較危險的地方 可是實際上 在拍的時候 還是有很多問題啊 尤其是拍 影片也不像拍照 可以就是 拍好POSE之後 到時候再想辦法把它修掉 現在這個也是 沒辦法修的嘛 所以 所以 我只能盡量到時候 最後看 可以呈現出來 多少給各位看 那我一開始也講 這兩套算是 比較早期的 就是這一家 外網社他們 早期販賣的商品 後來他們有很多 跟其他的 會是 聯名設計的 那個款式啊 反正設計感比較好 而且做工也是 就比好很多啦 不像這個蕾絲 就直接把它剪開 邊都不修的這樣子 那之後有機會 也不是說有機會啦 我已經買了啦 就是之後有時間 我再來拍那些其他的開箱吧 好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要錄給大家去 今天的影片還一定是 不要幫我點個喜歡 請分享給更多的朋友看到 想看更多小房開箱 這家外網絲的其他衣服呢 就不要訂閱小房 不要再把那個小鈴鐺打開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